这些号称地表最强战车M1A2 拥有120公里滑膛炮 能摧毁共军重型坦克 美国川普政府上周确定 通过最后讨论 将提报国会同意对台军售 这些军构的程序都按照正常在进行 在美方没有宣布之前 我们也不欢迎做评论 国防部长颜德巴低调 却不否认的态度 证明军方对这款战车的提待 尤其以中国重型坦克994 跟台湾的M60A3比较 中国坦克2000公尺外 就能对我军发动攻击 M60A3却只能在1500公尺内 才能进入攻击范围 恐怕已经被敌军给剿灭 如果台湾拥有M1A2 上头具备Link-16战术数位资讯链路 将能透过阿帕器或指挥所 提早给M1A2目标后发动攻击 就是它可以跟其他的单位 或者火力单位有一个共同的战场图像 所以在指挥决策跟反应的速度上 都可以大幅的增加 美军售台的M1A2战车 不仅有120公里滑膛炮 是全球战车最强火炮 还具备数位资料链 美军售台的还是柴油引擎 动力更大火力更强 另外这回对台军售 还有加强台湾地面空防的四针飞弹 美国对台提供必要军售 加强对台湾自我防卫能力 联合防堵中国扩张 暂地新闻李正道 陈彦豪台北也冲得到 感谢观看